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4.5的练习 分数的乘除法 分数的乘除法 那三分之二乘以九分之七 那你分子跟分母可以越减 在这个情形 分母好像只能越减三 分子又没有三 所以唯有的就是分子乘分子的七二十四 三乘九呢就会等于二十七 这个二十七分之十四就是它的答案 这个是二十七分之十四 那这个第二题八分之七乘上负二十一分之四 那二十一跟七可以越减得到三 八跟四其实也是可以越减 所以这边其实如果你提早越减八的话 你会得到二 分子剩下一分母剩下三二六 然后呢有一个负写在最前面 就会得到负六分之一 OK 所以如果你提早越掉这个四呢 就会更快一些 十五分之四乘以六十四分之二十五 你会发现到六十四跟四可以越减四 得到十六 六十四除以四等于十六 然后呢十五可以除以三除以五 二十五也是可以除以五 最后呢分子剩下五分母剩下三成十六 得到四十八 所以答案是四十八分之五 真红的做法来讲呢 就没有怎么说呢 它是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过后再看一下怎样越减 然后越了四次才越到这个四十八分之五 所以是有点慢的 所以你要如果你看啊 你还没有沉进去 其实你会更加容易看得出来 它是什么有哪一些因素 对吧 二十五是你的平方 就五是它的因素 十六是二的四次方 六十四是二的六次方 所以这些 你就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它可以越减什么 像这里啊 三十三其实是十一乘三了 所以我跟这个十一越掉的话呢 它就剩下三 然后呢三十五是七五三十五 我们就可以越减五得到七 越减五得到七 十可以越减五得到二 所以最后呢 三二六有一个负写前面 负六除以七 负七分之六就是它咋的 可以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善用这个越减啊 它其实做法是很快的 再来这个呢 如果有带分数怎样 要先换成假分数 三二六六加一十七 三分之七 乘八分之三 三更三可以越减得到负八分之七 这个相当 相当精简的了 没有办法再简短的 二又五分之一也是带分数 再换成假分数 五二十十加一十一 五分之十一 十一跟十一可以越掉 五跟十可以越掉 最后呢 分子剩下二分五剩下一 然后呢 分五一你可以不用理他 所以这些答案就有二 ok 这样子很好 四又三分之二呢 也是带分数 二又五分之二也是带分数 两个带分数换成假分数 四三十二十二加二呢 等于十四三分之十四 五二十十加二呢 等于十二 五分之十二 三跟十二可以越减三 得到四 然后呢 五就不行了 那四乘十四呢 得到四十六 四一四五 五十六 那你要注意好 我们一般上初中的阶段呢 他们比较不喜欢 用假分数来呈现他答案 那你要换成带分数呢 你就五十六除以五 五一五 五一五 一 对吧 那你就写十一又五分之一 十一又五分之一 好 后面给答出这个 十一又五分之一 十六又二分之一 一乘三又十一分之七 两个都是带分数 换成假分数 十六乘二等于三十二 再加一等于三十三 二分之三十三 三乘十一等于三十三 三十三再加七等于四十 那三十三跟十一 可以越减剩下三 四十可以跟二越减剩下二十 分母剩下一 分子四三乘二十得到六十 好 答案就数了 OK 好 一又四分之三 换成假分数 四一四 四加三等于七 四分之七 乘以二 所以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你会变成二分之二 对吧 二其实就是乘以二 这个后面这一边 你就弄错了 你要这样子看 如果你讲说 哎呀老师 我习惯说要有分数乘分数 如果分数乘整数 我不懂讲处理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那个整数放分子 分母就放一个一 其实它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可以越减二 它的答案呢 是二分之七 二分之七呢 它七除以二呢 你就会得到三 余一 所以它是三又二分之一 好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二分之七 不是四 不是四分之七 这个弄错了 OK 再来这边 有点奇怪 但是郑宏志 我觉得是写法上的 第一是写法上的问题 十一分之七成九分之八 你二十八分之三十三 那你又漏了 然后呢 你前面先做 然后呢 才把这个后面 又再突然间 漏漏漏漏漏漏漏 这个我们不允许这样子写法 我们等式 不需要每行是要一样的 你才可以用等号来写 问题来了 你很习惯说 乘了起来 再看下要怎样约 其实你会发现到乘了起来 这个数字这么大 你不要讲 你不懂怎样约 我也不懂怎样约 对吧 你在 你在乘进去之前 你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不对 你乘进去之前呢 你就会发现到 十一跟三十三可以约 十一乘三等于三十三 你约减就会得到 三的 对吧 然后呢 七四二十八 你的七跟这个二十八约 就等于四 然后你的八乘二等于四 那你约减四就会得到二 所以三还有九 九是三三九 最后你又看到 全部约完的 对吧 分五剩下这个三 分子剩下这个二 所以这题其实是三分之二来的 你看你给到这么大的数字 不要讲你看不到是三分之二 我也看不出来 不要沉了起来 再看怎样约 你是看不到的 中学的这种 中学的程度 你会发现到数字 放到非常大了 你如果不先约的话呢 你直接沉完起来 你会发现到 你不懂要怎样约 所以要注意那个步骤 先简化 先简化 再把它沉起来 这分分钟是不用沉的 OK 第十一题 七 负七又二分之一 换成假分数 七二十四 十四加一十五 二分之十五 三一三 三加一四 三分之四 这个十分之九 保留 负负负三个负 就只是放一个负了 与同的做法是 前面两个负变症 你看他就没有放了 然后呢 他就看下讲约 三跟十五月等于五 二跟四月等于二 五二十 他就乘起来 前面两个先乘起来 得到十 十又可以刚好约 就会剩下负九 所以他答案是负九 但是我个人是建议说 你其实是可以一起约的 像我看啊 我在这一步啊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在这一步啊 我先约二 然后呢 在约五 得到三 这个是得到二 然后呢 这个二又在约 这个三又在约 负负负 就会有一个负 剩下这个九 对啊 剩下这个负九 答案就出来了 OK 我们没有要求同学们一定要两个两个来 像这种乘法可以一起做 很像加法这样子可以一起做的 有一些东西可以一起做的 减法不能一起做 因为一定要分的吧 对不对 先减一个再减一个 但是加法可以一起加 乘法可以一起成 所以这一个可以一起做的 你要注意 好像我们可以 一起直接做完它 像这里 3399加2 等于11 三分之11 负三分之11 515加16 5分之6 22加3等于25 负二十二分之5 这两个负数得正 对吧 这个三可以越减得到2 二成 你看如果我直接越 二成11得到22 再越减一个5 所以最后答案呢 剩下5分了 OK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做慢点 还是做得到答案出来的话 就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 做到像正宏这样子 成的太大 不懂要讲越 那个就糟糕了 对至少与同了 最后还是做到那个答案 考读出来 OK 除法变成法 上下编导 所以你看这个除法变成法 5跟3 上下对调 然后呢 5可以跟10越减得到2 3 2得6 分子是7 那如果你要换成代分数的话呢 是1又6分之1 对吧 1又6分之1 OK 这个就13 对吧 OK 然后呢 这个前面的代分数 换成假分数 3 4 12 12加3 等于15 4分之15 除法变成法 3跟5 对调 4跟8 越减得到2 3跟15 越减得到5 分5 剩下一 分子5 20 所以这些答案是15 也对很好 看起来大家的基础还没有说太弱 OK 我们来看一下正红了 2又3分之1 他先换成假分数 326 6加17 3分之7 这边3又1分之1呢 也换假分数 326 6加17 3分之7 之前我讲过的乘 很像乘跟减 乘跟减 减跟减 这种呢 就是两个operation放在一起 你注意要隔开它 怎样隔开 就是挂护那个腹 挂护腹 所以过后呢 你再把它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7跟7可以越 有没有发现到 有什么问题 正红好像去做 乘7乘7什么来的 乘3乘生 这个是通分呢 我们没有要通分 什么情形要通分 加法要通分 减法要通分 乘法没有要通分呢 注意啦 所以你要做法错了啦 所以7跟7 其实越掉了之后呢 剩下3分之2 这题的答案呢 有一个负啊 负3分之2 答案就出来了 OK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错了啊 它是乘这个负值 不是真的是做减法 可以吧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是负3分之2 再来看 在这个5 3 15 15加1 等于16 3分之16 然后呢 313加1等于4 然后有点跳步了 不过我看得出来啦 3分之4 它把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过后再进行通分 又不是通分啦 OK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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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不是通分 乘法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跃掉的 3跟3可以跃掉 16跟4可以跃减得到4 最后还有一个负 答案是负4 OK 如果这减答案是负4 这减答案是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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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宏 你OK吗 通分是代加法 不是乘法 我们这个小节是乘法啦 乘法跟除法 OK 注意乘法跟除法 不需要通分的 我们直接的越减就可以了 分子跟分母可以越 所以这提示答案是 这减答案是负4 负4 OK OK 再来4又3分之2 换成假分数 432 12加2 等于14 3分之14 除以3 然后下一步呢 乘以3 变成3分之1 339 9分之14 再做的一步呢 把换成代分数 1又9分之5 OK 1又9分之5 第17题 答案是1又9分之5 OK 带分数换假分数 2244加1 5 2分之5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这个1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理它嘛 对不对 这它就是乘1的意思 所以只把这个负放进后面 负5分之2 就可以了 非常好 OK 再来这个3399加1 10 3分之10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得到2分之1 我们可以略掉一个2 得到5 3分之5 又或者换成代分数 1又3分之2 可以吧 第19题 答案是1又3分之2 4分之3 这个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5分之6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2分之15 那我们这里可以 越减一个2 越减一个2 得到3 这个越减一个5 这个越减一个5 得到3 这个分5 应该是2乘2 得到4 OK 3乘3乘3 得到27 当然还有 我们可以把假分数 换成代分数 4 6 4 24 剩3 所以是4分之3 6又4分之3 OK 再来 20分之9 除法变成法 你要颠倒啊 这个是1分之6 你变成除法 你又变成6分之1啊 错了 OK 除法变成法 上下颠倒 这个就有颠倒到了 那接下去呢 你 你这个跟这个越有点怪哦 你应该是 这个越减3 这个越减3 得到2 这个越减3 这个越减3 对吧 这个越减2 这个越减2 这个越减4 得到2 这个越减4 得到5 最后得到5分之2 最后得到 我不知道哪里错了 看一下 你分子跟分子越减4 就错了 第一个问题 你分子跟分子越错 但是它应该是6分之1 不是6来的 所以如果你6分之1 这个2再分母就对了 这个2再分母 这个也还是错 那应该这个问题 OK 所以后面的我不看了 这题的答案应该是5分之2 照我这边做 分母剩下一个5 分子剩下一个2 第21题答案是5分之2 第22题 5又4分之1 5是20 20加1等21 4分之21 520加4等14 5分之14 1又8分之7 188加7等15 你看与同 他很清楚说 我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是带分数换下分数 不要太紧张 正好你每次很太紧张 如果一直过要 一直过做两个东西 对吗 你把带分数换成小分数 在同时把那个除法变成法 不要这么紧张 对不对 你很赶很赶时间 你这样赶时间 你也不见得你做得完 到最后 其实你自己做太快 弄到那个步骤错掉了 反而是更加不好 OK 做慢点 整齐一点 你自己知道说我第一步是做了什么 你去吃手 可以 OK 我再接下去讲 所以第二步呢 再把除法变成法 除法的右边呢 上下点倒 14分之5 除法变成法 我建议你这边也直接的一起做 除法变成法 这个直接也变成 负15分之8 然后就可以直接越减了 直接越减了 OK 我看看 与同看不出来 7 724 72321 所以你这个7也是要看得出来 如果你如果先越减这个7的话 你就会变成比较简单一点 8分之15 然后呢 这个再到电导的话呢 就会变15分之8 哇 刚好越到完 对吧 刚好越到完 我看一下为什么错 努力补 520105 44神6 41456 对 然后呢 除法变成啥 上下点倒 这一个是15分之8 月减8 7 8 56 月减15 也是7 7跟7月应该 这个对 7跟7月得到1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负1 非常的可惜 与同最后一个步骤 负7 除以负7 7跟7月掉 得到1 所以这几答案是负1 OK 你月到完没有东西 其实是1 就1了 OK 然后再看下一个23 10分之3 乘上54分之49 然后呢 我建议啦 第一步呢 你先把这个除法变成啥 但是呢 Jayden呢 好像很紧张 他就先月减3 3一3 3824 然后呢 18就直接乘以10 得到180 然后这个是49 这个除法变成法上下颠导 再月减一个7 7 749 724 然后呢 这个直接月减15 得到1 15 32 2乘15 乘上10 过后呢 这个12乘2 024 分之剩下一个7 所以这题答案是24分之7 也对 有点跳步啦 我不建议跳太多啦 老实说 OK 我不是不太建议 最好其实你先把除法变成法子之后呢 再一次过的月 我比较建议是这样啦 不过你看你 还是看个人啦 还是看个人 OK 第24题 第24题 7又7分之3 7749 4分之9 再加3呢 等于52 7749 49加3 52 然后呢 这个负5分之21 保留 这个除法变成法 哇 你看 你有带分数 你带分数前换假分数 94 36 36加3 39 39 跟4直接的 颠倒 所以做的有点快 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没有做错 我 我这边不挑剔的 我老师跟你讲 我这边没有什么太过挑剔 不过你要知道你的学校未必是这样 有些老师会觉得 你 跳了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我要看到你先换假分数再 颠倒 然后呢 他就扣分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他写慢点啦 尽可能不要太紧张 ok 7越减得到3 然后如果你看出来 3可以越减这个得到13 我相信这个52好像可以越减13得到4 4 3 12 4 1 4 5 52 对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父母剩下一个5 分子 剩下4 46 夫妇又得正 所以答案应该是5分子16 你看哪里这个这么大 ok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你越减你越减7得到1 为什么你这个突然间会得到还有一个5 对吗 很奇怪哦 为什么这个5又突然间出现 然后呢 你就看不出来 然后你就乘起来 不懂 我我我我好像不太懂了 so这里应该是1了 这个是加1 然后这个应该是你 越 越减这个13的 不是你越减3 得到13 越减3 35 15 326 啊52来的 是这个越减得到的 52乘以4 然后208 5乘以13 等于65 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应应该是越露了什么呢 越露了13 对吧 现在你在这个位置 你看啊 我我 你要看得出来 52其实是13乘以4 啊这样子 啊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啊 正确答案应该是5分之16 你再换成带分数3515 5分之1 啊后面答案是365分之1 所以这个呢 还要继续越减 啊越减13 13 啊越减13 OK啊 所以为什么我讲不要 尽量不要乘起来 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我乘起乘起来再看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乘起来的时候 都看不太处来 他要可以整除什么数的话 你乘起来更加分开 因为数目更大 对吧 你我我至少说50 52这个数可以是 52可以是13乘以4 这个我还 还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 啊你还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你在乘起来 变得更大的时候 你更加看不太出来 他可以整除13 被13整除 啊所以要注意啊 尽可能在他乘进去之前呢 去把它干掉 对不对 3266加17 32分之7 然后呢这个保留 这个13166 6加17 负6分之7 下下一个步骤 再把除法变成法 上下跌倒 那宇宏的那个步骤来讲 他非常的清楚 什么时候呢 呃 不要这么紧张 你看到吗 他他先把假分数放大 半分数放假分数 过后再把除法变成成法 变倒 OK 不要做太快 7跟7月掉 2跟8月掉 得到4 过后呢 再把这个4月减2 6月月减2 最后得到复复得证3分之14 如果还在做一个步骤 把它换成 带分数的话 4 3 12 呃 3分之2 于2 啊 所以这些答案是4又3分之2 算是不错的啦 这样3分之4 其实很多老师都 呃都不会给错了 啊 所以我我只是说安全匹见 因为每次课本 他后面的答案是 可以带分数 4分之3 除以1又7分之1 再乘以1又35分之1 大家换成 呃先换假分数 7分之8 还有35分之36 然后呢 7分之8 换成8分之7 对不对 那个步骤很整齐啦 然后呢 7可以越得到5 7 5 35 对不对 9 9 4 36 不过就没了 啊 9 3 27 5 8 40 答案是40分之27 对不对 第26题 40分之27 没了 1又5分之3 换带分数 5分之8 2又10分之3 换成 10分之23 然后呢 很紧张的 把除法变成 法变成 23分之10 4乘11 等于44 44加2呢 就等于46 请问要不要倒转 不用 结果你这边倒转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成吗 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你每次太紧张 动不动的跟他倒转 11 11保留在分母的 人家是成法 没有对调的 你不要讲说 啊老师这里成 这里是除法 不是所有后面的 要对调 没有的 只是他后面一个要对调 罢了 这一个对调罢了 后面这个呢 是成的 你就不要动他 OK 所以这边 我估计是错了啦 不用看后面了啦 肯定是错了 好 所以我再看下啊 我再写一下 五分之八 乘上二十三分之十 乘上十一分之四十 四十四加二十六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月吗 二十三个月啊 得到二对吧 然后 五跟十个月等于二 二四四八三十二 再除以十一 如果得到三 是三十三 这样应该是二 十一分之十 所以这几答案应该是 二又十一分之十 第二十七 你看太紧张了 这个 刚才你好像关键的 四又十一分之二 四乘十一得到四十四 四十四加二等于四十六 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调 没有需要对调 他不是除法 这个有对调 这个我认同 因为他除法变成的 但是这个是 本身就成法了 其实没有对调 所以你不要做到太紧张 为什么我讲说 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呢 先把带分数 划成加分数 第二步有除的 你再把它换成 然后上下领导 不要两步一起来 你会乱的 真的 像这个四又二分之一 四二八 八加一九 二分之九 对吧 三三九 九加二等于十一 三分之十一 九一 九乘十等于九十 再加九等于九十九 这个除法 看到吗 他还是保留着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先越减前面 九可以越减变三 过后乘起来 三乘十一等于三十三 负负得正 二乘一等于二 除法 下一步变成法 上下颠倒 越减二得到五 越减三十三 得到三 分五 剩下三 分之剩下五 还有一个 负 负三分之五 换成代分数就 一又三分之二的 这个应该不难换 负一又三分之二 一又三 一又八分之三 八一八 八加三等于十一 所以八分之十一 十五乘七 这个有点大 七五三十五 七一七 八九十 一零五 一零五加五 一一零 七分之一一零 再乘以四 除法变成法 然后呢 才颠倒 不要这么紧张 约减十一得到十 约减四得到二 没有了 二十分之七 还有一个负 对吧 还有一个负 你好像漏了一个负 负二十分之七 才是正确的答案 OK 呃 是咯 是咯 你漏了一个负 所以要注意哈 Jaden不要一直 忘记那个负 虽然你讲说 哎呀差一点点 很多学生一直认为 是差一点点 但是在数学老师的眼里 不是差一点 一个真 一个负 是差很远 OK 要注意了 像这个六 正红 看不顺眼 把它补一个 刚好我也好像有提过 可以的 如果你很习惯要两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这样整做 五一五 五加二七 五分之七 除法变成法 这个我认同 这个可以直接做 因为你后面其实没有带得住 直接换 我是觉得OK 乘三分之十 过后呢 三个月减得到二 五个月减得到二 没有了 对吧 父母月完了 分子四加二二四四七四二个八 答案是二十八 这个义就不用写了啦 分五有义 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就直接给他二十八 就是他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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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